我可以做一個完整的精神鑑定科報告 鑑定我是個正常人 等著看我之後研發出來的東西 我看你們會怎麼這樣 我告訴你 最好全部都給我跪舔我 我告訴你 2025年我鐵釘把鋼鐵人那套E做出來這樣 然後我走在街上 我就成為台灣鋼鐵人 每個人都在攻擊我 但沒關係 還是得要Focus在Mission Stay on Mission 我告訴你 你們看著我會怒是因為你們不服氣 有種現場來跟我打一場 聊天室繼續啊 拳擊比賽 之後我會有一場 歡迎你們任何人來挑戰我的拳頭 你以為我需要槍嗎 你爬的拳頭就可以把你尬爆了 歡迎齁 任何叫我白癡的人 或者看不起我的 來上台跟我打一場 如果覺得說我只會打架 我告訴你 你等著看我之後研發出來的東西 我看你們會怎麼這樣 我告訴你 最好全部都可以跪舔我 我告訴你 我可以做一個完整精神鑑定科報告 鑑定我是個正常人 你說你25歲要幹一件大事 那件大事現在是可以透露的嗎 厲害的人不代表是隨便的人 不是代表厲害就可以隨便亂搞事 OK 有差別的這樣 我的大事其實是 就是可以 絕對不是恐懼 因為就是就像我說 越強的人越內斂 越多限制 我對我自己限制其實超多 像什麼樣的限制 比如說我的道德標準其實很高 我不幹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 什麼樣的事情是在你眼中 你覺得是偷雞摸狗的事情 小偷 偷東西的人 對 偷東西的人 還有呢 說謊的人 說謊的人 對 我講話從來不說謊 至少我從回來以後 我講話都不能說謊 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對 我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所以我才可以遇到是這麼厲害 我一直在成長 Everyday So leveling 我覺得大家其實會比較緊張的點是說 因為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麼樣子的大事 我就說謊 科技業謊 科技業 因為科技業也是很模糊 然後就之前的前面經紀人都在講 2025年我鐵釘把鋼鐵人那套儀做出來這樣 然後我走在街上 就是你要成為台灣鋼鐵人 我就成為台灣鋼鐵人 就像鋼鐵人電影裡面的那樣的高科技 讓大家看到 所以你們不用太緊張 因為太多人都在緊張說 你是不是要幹什麼 讓他們覺得很怕的事情 各位 我要幹大事 我16歲就可以幹了 我剛回來台灣的時候我就可以幹了 我剛才沒有任何一個組織 是可以阻擋得了 我幹這種 像你說這種恐怖的大事情 所以我都沒有做 這不就證明了什麼 So much love OSBI 每個人都在攻擊我 但沒關係 還是得要Focus在Mission Stay on Mission 在新聞上看到有一大堆人都在講說 孫安佐你是敵英的寶貝兒子 你就是因為被父母溺愛長大 所以呢你才會變成現在這樣 對於這些酸民的言論你怎麼說 如果認真起來的話 我如果父母教育我教育不好的話 你覺得你們還能活到現在嗎 我們之所 所以我說純愛戰士是有原因的 God damn it 就是因為純愛才可以這麼Hold住自己咩 我覺得很多人在講說就是 我也很愛我們的爸媽 只是我爸媽有時候會做一些事情 會讓我就爸媽 Why 就一大堆人在講說 敵英就很溺愛你啊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下 跟你一樣是維格畢業的 然後我已經上大學了 你才上小學 不過你在我們維格是非常有名的 畢竟你爸是孫鵬嘛 你媽是敵英嘛 所以我即使上大學 還是聽到很多的傳言就說 敵英超級的寵孫鵬 譬如說你所有的東西都要吃有機啊 我爸媽以前爆嚴格的 尤其是我媽 但我媽以前可是會 哇我可能考試考不好 會抱貶我的 直接拿那水管 所以媒體不要再亂報導 我看他一大堆人講說什麼 就是因為你爸媽沒有打罵教育 所以孫鵬今天才會變成這樣 誒 他媽是有報導他的你要確定 真的 你爸媽都有打過你 真的 打得很兇的那種 尤其我媽超恐怖的 剛剛我以前超怕我媽的 那大家一直在那邊講說什麼 你媽對你很寧愛 還是說你要什麼東西 你媽都會買給你嗎 HELL NO 我媽是一個齁 她認為我可以有的東西 她就是塞很多給我 但有些時候我會覺得 我根本不需要那些東西 比如說突然塞給我一個 可能三四萬塊的LV的外套 然後說兒子我希望你可以保哪 我就說媽我根本不需要這個 媽我可不可以買這個三千塊的玩具 不行 浪費錢 我覺得有時候那種爸媽的愛 就是有一種說我為了你好的愛 就我覺得這個很適合你 可是你根本不想要那個東西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大堆人在那邊講什麼教育問題 因為你的關係他們在那邊 每個人都變成教育專家 然後開始分析說要怎麼教小孩 對 我就很好奇 你沒有住過我家嗎 嗯 那你沒住過我家 然後你卻好像可以知道我家 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I'm like Wow 你是spy嗎 你是間諜嗎 不是嘛 那你們在說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多人其實都是抱著一種 就是他們自己覺得很懂 自己是教育專家 然後就可以開始去分析說 應該要怎麼樣教小孩才是最好的 然後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分析 是因為他們覺得你變成一個壞小孩了 你有覺得你是一個壞小孩嗎 No 就像我剛剛講 如果我是壞小孩 全台北市的人早就完蛋了 二 我很理解我爸媽 因為呢 以前就好像是我們都有無線電 只是我跟他的頻率一直有點對不上 我現在終於調到對的頻率 所以我可以說 媽 我在 我要幹嘛 我其實想要做什麼 爸其實我想要做什麼 我想要幹嘛這樣 那竟然 他們終於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我就說溝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溝通有時候就是要對的頻率 你才可以跟那個人溝通 而不是說你說什麼東西 那你覺得他理解 但實際上他可能只理解一半 你要做好 最好的溝通就是要他能理解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 沒料到嗎 因為大媽只會讓你變得更聰明 當然需要禁止這一切 所以政府才可以繼續掌控我們台灣所有人 懂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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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鋼鐵人就是我 蘇安佐 你說我的力量來自哪裡 那就是中二 我就是最強 BANG 合法的國家做合法是有錯的嗎 各位 只是台灣人不喜歡聽真相 怎麼這麼多人啊 各位 我只能說我以前也很多人 所以我才沒有說出所有的真相 對 其實還有更多黑幕 你們只是不知道而已 我已經很冷靜了 所以不管是 政府 Deep State 深層 America Russian Japanese Fucking Chinese Calm your ass down Calm down Chill 冷靜 Yeah 當然當然當然啊 因為大媽只會讓你變得更聰明 當然需要禁止這一切 所以政府才可以繼續掌控我們台灣所有人 懂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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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歲的時候我就會幹大事 所有人都會知道我是台灣人鋼鐵人 對 台灣鋼鐵人就是我 蘇安佐 只是你們還不知道在我腦子裡的計畫跟燃圖 你說我的力量來自哪裡 那就是中二 當你成為最中二的時候 又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你 你就是最強 BANG 轉個氣 學不著人 你看看 沒料到嗎 今天 早上起源 就得面對 沒有到藏著酸鳴 平常在網路很會講話 直到見面 就變小鳥 我直接問號 所以只能想像抽的感覺 BOOM 想像很發的感覺 結果每個人真的都被我騙了以為我有在抽課藥 每個天 我只是很放鬆 加上得要面對這一切 變得有點厭世而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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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